大家好,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卓安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居然有很多华裔就为这个 中国知名品牌老干妈抱打不平 发生什么事呢? 亦都令韩裔的美国商人急急道歉 原来最近被美国亚裔和美食家捧为 油辣椒或者辣椒油的OG 即是元老级的老干妈 在美国又是红火了一把 老干妈其实真的是 这个也是一个难听的说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吃 老干妈炒过蛋也比较好吃 说真的,比较简单 但是前提之下 你起码吃得少少辣 因为它有分几种辣度 原来全凭这位阿哥的帮他变相宣传 事源就是美国籍的韩裔名厨 兼商人就是张石浩 叫David Chang David Chang David做什么就是图中的David哥 他旗下的一个叫做 是Momofuku 叫做福徒餐饮集团 原来在美国是抢占了这个Chili Crunch 就是有些翻译叫做香辣脆 当然这个直接翻译 或者叫做辣椒油 辣椒油 或者叫油辣椒 原来他们的商标 并且现在申请的是Chili Crunch的商标 原来从今年3月起 就是到处法律施行维权 就说你们其他人不给用 我要停止使用这个词 因为他们就是 现在就是 想申请一个专利权 没错了 抢占油辣椒的英文商标口 他自己就道歉了 由于福土针对的都是小型企业 所以就被人说它是迫白人 就是二大气势 大石砸死蟹 也引来了加拿大华裔议员劉思慕的人 真是不忍 就是出声去反驳他 劉思慕是政客? 有位演员叫劉思慕 就是那个演员 大陆在黑龙国出生的那个演员 做上戏 做上戏 万威电影 万威电影上戏 跟梁朝伟拍摄 但是就说梁朝伟搶劫了他的镜 记得 还有陈伯拉 没错 你说就是他 他也出来出声 原来很多北美的 不单止华裔 韩裔 日裔都觉得 喂 你有没有搞错 你看看 他就说你这间企业 为什么这样 如果你说老祖宗 人家老干妈都没有这样去欺负我们 没有告我们 没有所谓维权 你现在仗势欺人 你看看老干妈高下立建 老干妈当然出名 真心说 我看到很多东南亚人士都挺喜欢老干妈 是 因为它香辣 香口 是 其实很多南韩人都吃老干妈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吃辣的话 这个都適合他们的口味 是 那他们就说 老干妈从来都不会逼迫我们这些小企业 他不让你带吗 他不会脏势欺人 你们 陶福 你们福徒是脏势欺人 那当然事件发烤之后 陶福 就知悉了 不敢再发律私讯给人 因为他是抢住了这个油辣椒 那你说法理上他真的没有报错 法理上没有错 但是就难看了 就是觉得你欺负我 说真的他又不敢去欺负这个老干妈 你知道老干妈 如果真的打法律战 他才大气粗 老干妈 老干妈也是低调的 原来很多人就说 人家老干妈 才是老祖宗 你这么快出来说 是实际上真的 当然我们再翻查 当然有些历史话 比老干妈更早 可能都有 但是如果你说世界知名度来说 为什么这么多亚裔帮老干妈抱打不平 就觉得他这么出名都没这样 你就这样欺负我们 当然也说 有些人说 不如我们买爆老干妈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欺负我们 那也挺好的 就是觉得 是不是这种反弹的心态 反弹的心态 有一种抵制你大食窄死蟹 灵感 其实就是 源于和中国人息息相关的调理调味品 他承认 不要说大陆只是一叉 他承认 他灵感曾经都离冤于老干妈的chili crisps 他自己说的 这个也不奇怪 因为 你真的说出名 当然你不要说出名 但是真心说 你想起这种辣椒油或油辣椒 真心说你是不是老干妈 最搞笑的是 他说这个是对老干妈的尊重 就是抄人的致敬 很搞笑 他说对老干妈的尊重 所以就起了第二个名 但是你起了第二个名 结果就害到小商家 会不会 致敬等于抄袭 抄袭等于致敬 这个只是一线之差 最主要是看老干妈有什么意见 没有说过 老干妈相当大气 所以就显得她小气 所以人们觉得 我们买爆老干妈 买多些为她抱不平 老干妈做得这么好 还不够消售量 其实老干妈的消售量比她好很多 始终的品牌太过大了 太过出名了 原来近年来 这个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也都说 在美国和加拿大 一种是酥脆的油辣椒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它就由干辣椒 炸大蒜 芝麻 还有是花椒制作而成的 改良至中式 这个是《华盛顿邮报》 都是改良至中式的传统辣椒油 这样倒下才会有辣椒 这种调料 原来现在很多西人 因为西人都吃饺子 而且他们都用来拌面 拌面也挺好吃的 还有炒鸡蛋 还有披萨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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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辣度 如果他们喜欢也是好事 但好像西人不是太吃得辣 忍住喉咙 老干妈有几个版本 有些没那么辣 有些只有香 原来很多品牌都是学老干妈 包括这个 推出不同版本的油辣椒 但是 只有福徒集团 竟然想控制这个市场 只有他们自己的注册 想着至少拿双标权 但是这件事 他也想不到瓦弱是这么大反弹 也说出来维权 不可以用我 你死吧 如果老干妈有心跟你打官司 可能他也会贏 因为他比你早 当然这是我猜测 原来福徒在2018年 就开始卖油辣椒产品 2020年就开始销售 是罐装油辣椒 去年福徒集团就从一间 售卖墨西瓜辣椒的 一个丹佛企业当中 扣入了 是chili crunch的双标权 当然他们也说 后来他用美式英文 本来是chili 不是这个chili 不是辣椒的chili 是尾音的i变成e 后来他觉得 不如用真正chili 这个名字 自后当然 拿到双标权之后 他们又注册 真真正chili的chili 辣椒的chili的英文spelling 当然就是这个独特性 而且福徒已经主张两个商标都是自己 到处警告人不要侵权 你一这样搞 你糟糕了 想不到个个都生气了 有些就收到福徒集团的律师信 都是一些小规模 因为他不敢告老军马 他是不是也咨声 告不了老军马 而且如果说是谁 可能老军马先过他 那他就麻烦了 所以别人说你意大欺小 当然他注册了 说多次法律上 他真的没问题 这个是没问题 为什么他道歉呢 都是那句 你good will 差 是吧 你观感差 你欺负人 原来美国华裔经营 西雅图中餐厅的 Mila 和美国马来西亚食品品牌 Homir 等等的小型企业 都收到了福徒的侵权警告律师信 并且要求他们90天内 停止售卖自己的油辣椒 你死吧 这么普遍 人家不让别人买 停止啊 这几串 当然 就是 他可能计错了 他想不到那些叫他反弹得这么大 他想不到 他收到律师信的几间 在公司沉默 默许了福徒的要求 或者计划默许 他们多数不愿意公开 谈论这场双标九分 担心 因为这些公司 对于福徒来说 他们都是公司儿子 担心招致实力强大 资金充裕 也都是 不单止这样 你记得 老闆是个名人 是名处 会搞他 担心报复 跟这些小企业相比福徒 有充足的资金 去搞他们法律的行动 福徒的CEO也说 2023年 他们的销售金 五千万美金 当然 我觉得五千万美金 这个数可能跟老干妈比 就是全球 当然 但是 绝绝逼人的威胁 令到亚裔社区很大反弹 被福徒警告收了律师信的 密勒和加拿大华裔演员 福徒这种做法是霸凌 他也说福徒建议直接测评两家店的油辣椒 如果赢了就保留名 敗了就离开 玩不玩 这件事我认识 因为法律上他真的没错 因为他抢住了 因为之前的人觉得这些普遍 没理由我这么坏 抢住去注册 比如大马的虾面 没有人注册过虾面 这些亦是饮你用的 其实你不能独占 大家可以用 是属于大家的 没错 就算你不是在槟城开面当 你来到吉隆坡的地方 他都会写槟城虾面 因为你写其他地方 比如你写油罚虾面 是没人吃的 你写马洛卡虾面 没人吃的 等于肉骨茶 每个都是写巴生 巴生 是的 没错 原来刘斯姆也讽刺 福涂以大欺小 亦都被对方 觉得 喂 这些亚裔经营者 已经这么困难了 你还以大欺小 建议福涂有胆就挑战了 那 当然 后来这个大马的公司 就是 Hamea 他的投资者 亦是 美国知名的四川辣椒萃品牌 就是Fly by Jane 他们的创办人 就是 但是高小姐 他也说 中国的辣椒条例品 历史很悠久 每个家庭、餐厅、公司、地区 都各有各的配方和命名 福涂所谓的维权法律 资讯被警告人 以及在多个层面上 申请商的做法令人很惊讶 是的 刚才说 这些东西是 其实大家觉得是公共产品 当然法律许可之下 他真的注册了 法律上我们说的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是 我觉得是破坏了一些社会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社会一些公共的 叫做共识 我觉得就是这样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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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他也说过自己 高小姐也说 自己曾经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 叫做Ctron Chili Crips 这个商品理由就是自家品牌 第一个完全从四川采购原料的美国品牌 但是被驳回的 他后来意识到 越来越多亚裔商品进入市场 对于所有人来说 只会越来越好 因为市场做大 大家有饭吃 乘航乘舍好些 当然也有竞争 竞争都是这样 很正常 原来 这个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早在福陶的油辣椒 成为新闻头条 前很多年 原来鬼佬都知道 老干妈已经在很多美国人的冰箱里面 这是事实 我冰箱也有 我的冰箱也有 是停油的 你用之前出来最好解冻 我是放在外面的 我没有放在冰箱 原来他也说 福陶的做法令很多亚裔不满 而且变相是帮老干妈宣传 因为觉得老干妈是大气 很多人为老干妈抱打不平 觉得他们如果真的要申请专利 应该他才有资格申请专利 报导也说 老干妈并没有寻求在美国 注册油辣椒商标 但是已经采取 商标肯定会保护 因为老干妈是个品牌 这些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把油辣椒作商标 其实是很坏的 其实很多亚裔美国人 美食家也说 老干妈的辣椒账 给福陶的产品组了几十年 这是现实 你不用说 你不要说 原来油辣椒的元老干妈 也没有在其他小企业 他们都是长期成功的 为什么你们就是大石砸死蟹 面对质疑的福陶 一开始说不行 我注册了就是我的 就坚持强制执行这个商标权 就是说 你九十月内全都和他下架 结果 后来他就顶不住 没错 他们公司声明说 公司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商标 否则 这个商标就可以被更大的公司奪走 并且之前那些公司 是被丹佛的墨西哥辣椒账公司起诉 协议之下才买了商标 但是随着争议越来越大 他们终于改口 他们决定不再强行 执行所谓商标权 就是不叫他们将商品下架 福陶的声明也说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听到了来自亚裔社区的反馈 他们明白 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广泛的含义 我们也说 是啊 你这样也想独占的 真的 大家有得用 大家有钱齐齐找 而且这些东西你不可以说 因为条方不是独特有的 你要知道 是啊 你现在不让人用 这么厉害 当然 你可以说条方独特有 大家配料不同 比例不大 但他大致上就是这样做的 是吧 我可以这样说 公共大家 公共意识度 大家都觉得这是公共产品 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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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的初心 是令到美国的食品销售 可以更加多样化 更加多样化 结果你注册了 另外刚刚这位阿哥 张石浩也道歉 就说自己 这个创办人张石浩也说自己 这个David Chan 也说自己一直自力于亚洲食物 亚裔美国人的食物 以及亚裔人的身份证明 自己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生气 所以真的很抱歉 他也解释 当初他旗下的产品 命名是Chili Crunch 主要对于Chili Crips 就是老干妈等等品牌的英文尊重 跟中国人息息相关 他承认的 特别是老干妈油辣椒 因为他知道 他真的嫁不过老干妈 这是现实 所以当初也被旗下品牌取名 因为产品有点不同 没有用Chili Crips 就用Chili Crunch 福涂宣布不再执行商标权之后 之前收到福涂律师信公司 也表示 现在福涂就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迈进 但他也希望福涂能够做更多 展示他们对美国亚裔社区的承诺 不知他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字 其实他也说对你做多些事 才能修补你的名声 这是现实 你想想阿上气 都出来说你了 这也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